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九七要财财经台 我们发达广场直播环节 身边的嘉宾是研究部的经理 直耀辉先生 Stanley 你好 早晨 跟大家跟进市况方面的情况 大市这一刻 今天就靠稳 升42点报22,231点 成交今晚是133亿 刮企指数升29点报9,762点 期指是22,203点 升55点 低水26点 成交量方面11,000多张 Stanley 上周来说 很多男手公布业绩 对大市来说气氛好像回来 都见到上周来说 分别是公布了和红、友邦、金沙、 长实等等 全部即加的因素 高价都有支持 尤其是往往方面都创了一个新高 今周又如何预测呢 除了汇控、恒生之外 看到联通和中海外都会公布业绩 会否有什么憧憬可以留意呢 基本上我想市场的焦点 都会放在汇丰和恒生身上 因为都会在今天叫做收市之后 都会出这个业绩 当然你可以说 在过去上星期的时间来说 基本上一些叫做蓝筹股的业绩 的表现都可以的 甚至乎有个别都有一些惊喜 好像和黄 但只不过 如果你看回大市的气氛的话 其实我觉得审慎的情况比较居多 因为虽然你可以说上星期的时间 出来的业绩是理想是不错 甚至乎外围方面的情况 都是不算太差的 你看回美股方面 都不断是创新高 甚至乎上星期都依然是这样做 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你见港股方面 似乎的成交量方面 都可以说是跟得不够足 当然市场在过去这六个星期里面 都是继续上升 这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上 是挺好的绍头 但只不过在成交量方面 都似乎有个每方圆下的趋势 甚至乎上星期的时间 虽然长河是充满业绩 但星期五的时间 你叫成交量 都没有什么有显着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说这些升市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有点虚惑的 除非你说有一刻 我只升之余 成交量都配合 我觉得市场 先叫做真是一个比较上升势 先来确认到 当然这个星期的焦点 刚刚说过 一定是在 之后采后公布的 汇控的业绩身上 大家都觉得 假设汇控的业绩是你想的 就是说 恒指这方面 应该可以得到 汇控的帮助 有个比较上好的表现 但都不要忘记 其实市场上 现在来说 都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 是会阻碌着恒指的走势 其一就是 这个是一些业绩的因素 其次就是说 那是美国当地 究竟现在这一刻 究竟是退不退市 大家都依然处于一个 枯望的状态 第三就是说 说到内地方面 虽然上星期的时间 内地都开始 比较多的政策 和措施 开始慢慢渗出来 但问题是 大家都依然 比较关注 就是有没有 可能是大规模的 特别在于城镇化方面 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措施 可能会出台 还有不要忘记 在内地方面 其实在过去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其实A股的表现 严格上不算太差 甚至乎 内地的创业板 是炒得很离谱 可以说用一个很离谱的字 去形容它 因为基本上很多的股份 都已经炒得 那价格都不合理 所以大家都相信 在今个月里面 创业板很多的股份 基本上都开始解禁 大家都会担心 内地方面 这个板块可能会有 比较大的震荡 从而 令到内地股市方面 都可能会有 比较反复一点的走势 另外也是因为业绩的因素 我们方面 都开始比较多公司出业绩 所以你回答 其实讲过这段时间 虽然短期里面 我都相信 有机会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特别是可能回控业绩 大家看法都比较正面 有个大致 到22,500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但问题是正如刚刚说到 如果升市里面 成交量不配合的话 基本上这些升市 我觉得比较虚了一点 所以变相之下 大家都可能要留意 今个星期的 就是恒指 二次到个别公司 甚至乎 成交量的走势 那个情况 最主要是看着 成交量 没错 Seddy 我都记得 你都说过 最近的沽空情况 都挺严重的 是 会不会都要留意 就是沽空的情况 因为都好像说 有几多大人去看淡反过市 其实你可以说 沽空是一个参考的数据 其实不是一定是 大人去看淡过市 才有这样的情况 你都可以说 可能是跟很多 对冲的活动有关 但只不过 如果你见到大事 整体上的沽空的情况 都真的 现在这一刻 挺重的 所以都可以 某程度上 都会反映 后市方面 那个升势 有机会可能会受到这些影响 好 麻烦谢Stanley 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先 OK 我们都转后话题 想和Stanley 谈谈沙沙方面的情况 都有一些消息 今天股价来说 就靠找到 升六仙部 8.02 首先 就是他们开了一个 类似一个 一站式的 一个专门店 可以说是一个 他们叫沙沙Supreme 就位于铜锣湾的泥顿中心 整个 area 有两万尺 那么多 当中不单 只是买回平时 我们见到的货品 还会整理他们的美容 或者是餐厅 或者是造型服务等等 而且整间店 刚刚都看了一些照片 金碧辉煌 主要都是用金色和白色 做主调 如何看 先看看 今次也有些大港报告 就出来唱好 好像巴萊方面 更加就是说 因为这间店铺来说 股价有支持 可以看到 就是9元左右 这个水平 不如都看看 沙沙方面的后市 又如何看 和对这间 所谓的旗艦店 又如何分析 其实你问我的话 我又没有想要开 因为原先 可能之前 就是原子本身 之前都是GOD 是GOD 我自己挺喜欢 所以变成 你可以说 现在开了之后 变成 有什么地方去 去看看新的东西 只不过 如果你看回 今次这个 新的旗艦 概念店 生活概念店 对 本身 都挺金碧辉煌的 还有里面 你可以用一些 叫做沙沙本身的 粉红色 白色 这些主调 但问题是 究竟现在开幕后 对帮助大不大 因为我自己个人来说 是比较审慎一点 当然你可以说 开头这段时间 那个人流 应该是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是真的 但你说这么大的地方 就真的可能 纯粹是买回一些 例如化妆 美容这些 其实那些吸引力 我自己会有些疑问 还有为什么 刚刚特别说到 好像GOD 因为你过去的时间 其实GOD 本身有些卖点 即是特别的卖点 它卖点东西 比较特别一点 但是沙沙本身 其实你 除非里面买的东西 可能是很不同的 但是和你本身的配套很不同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吸引力 其实我觉得是一般的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你说 这一个新的概念 对公司的帮助 是不是真的会很大呢 甚至乎 直接影响股价的表现 我自己觉得是两体的 可能就是 那个位置的问题 都比较远一点 都会是 所以说起码有些新的 你会特意走过去 或者时间不够 我们稍后时间 再跟进 继续沙沙方面的股价 和一些回报期 究竟可能要多久 开这么大一店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直播环节 有东西想问 就可以打电话来的 电话热线204-6566 稍后再谈